我們知道那可能是因為大家在東奧裡面 會互相交換一些 徽章啊什麼衣服什麼的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你可能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就潑上網了 其實 那個影片是在炎虎神拍的 然後 所以就是 我只能說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 我現在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盡量不要讓那些事情去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然後 住著在自己的比賽上面 雖然 對於說要拿獎牌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不可能 可是我覺得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奧運 然後我就是只想要做好 我覺得就是 享受我最後一次的比賽吧 對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於那些事情 影片也發了 新聞也爆了 這些都是已經沒有辦法 磨滅的事情 那你能做的就是 專注於未來的事情 好好專心的在你的比賽上面 沒有必要去 為了那些事情 然後讓自己 模糊掉了原本應該專注的事情 準備好嗎 開心對鏡頭比夜 在華麗180度轉身 瞬間變成倒退滑冰 她是競速滑冰選手黃玉婷 代表台灣參加北京冬奧 只是仔細一看 黃玉婷身上穿的隊服 卻是大大寫著China 也就是大陸隊服引發質疑 原先黃玉婷23號在IG上發出影片 寫下沒意外的話 剩不到一周就要出發去北京 搭配這一段華冰影片 卻讓不少網友不滿 留言酸罵原來是大陸隊 想讓大陸人就別來台灣 專注於未來的事情 好好專心的在你的比賽上面 沒有必要去 為了那些事情 然後讓自己 模糊掉了原本應該專注的事情 黃玉婷也在臉書發出最新聲明 說到一出了影片 因為太多沒必要的留言 運動歸運動 沒有國籍之分 也不想要模糊焦點 你可以不需要幫我加油 但記得幫你想支持的運動員加油 也有人質疑希望他拿中華隊服 給大陸朋友看看 黃玉婷則說衣服只有一件 給了自己就沒比賽服穿了 網友反應兩極 對此體育署目前還未有回應 要拿獎牌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不可能 可是我覺得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奧運 然後我就是只想要做好 我覺得就是 享受我最後一次的比賽吧 有滑冰甜心之稱的黃玉婷 這次是二度挺進冬奧 拿下三個項目的奧運門票 預計在二月七號時出賽 競技滑冰女子一千五百公尺 十三號參賽五百公尺 以及最後是十七號的一千公尺 全力比賽希望奪得好成績 卻因為對服意外引發爭議 一位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道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